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讲摄影镜头 上一期我解读了摄影镜头看世界和我们眼睛的相同和不同 我们学摄影,首先要学会用相机的方式去看 也就是通过摄影镜头去看 我们只是在拍摄的时候会举起相机 我们平时的观察仍然是在用我们的眼睛 但是当你知道了摄影镜头的成像特点之后 你就可以从视觉的感受联想到照片的结果了 这就是一个视觉转换的过程 需要经过拍摄的训练才能做到眼睛所看到的和镜头的影像 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对接 如果你想学习摄影要怎么样才能获得这种能力呢 即使你是一个有一些拍摄经验的人 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观察力 也可以通过我介绍的方式 逐步的学会熟练的使用摄影镜头 如果把学会用相机的方式去观察世界称作开眼的话 那么作为摄影的学习者 你该用什么样的镜头来让自己开眼呢 我的答案是标准镜头 那么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是为什么 标准镜头是一只非常重要的镜头 却又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镜头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平淡无奇 标准镜头的影像透视感和我们的眼睛直接观看太接近了 它不像广角镜头的画面那么有冲击力 它也不像长焦镜头所产生的这种视觉上的惊奇感 正是因为它平淡无奇才是训练观察力的最好的镜头 那么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是为什么 标准镜头的定义是 如果一只镜头的焦距和它的这个画幅的对角线近似相等 那么它就是这个画幅的标准镜头 比如135相机的标准镜头大概是50毫米左右 120相机的呢大概是80毫米左右 4乘5英寸的大画幅相机呢 它的标准镜头的焦距呢大概是150毫米左右 对某个画幅而言 它的标准镜头所形成的这个画面呢 在透视的感觉上 非常接近我们眼睛实际看景物的感受 可以说啊标准镜头的影像啊是非常自然的 标准镜头的视角呢大概是50度 那这个范围呢也和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清晰的画面的这个范围呢 也很接近 那么标准镜头所捕捉的视角呢 也是我们平时注意力最集中的那一部分 在摄影的历史上啊相当长的时间里啊 买一架相机呢只带一只镜头就是标准镜头 这不仅因为标准镜头能够形成非常自然的画面啊 从光学设计和制造的角度来说呢 标准镜头呢都可以用很小的体积 很低的成本达到非常好的成像质量 摄影技术发展到今天啊 大口径的变焦镜头啊已经成为这个相机的标配了 定焦镜头呢推举其次 现代人学摄影呢直接用变焦镜头 那这样的结果呢就是 他在拍摄的时候啊 对于使用什么样的焦距是没有概念的 那拍摄的时候呢就是在推拉镜头来去改变画面的范围 那他就不知道除了画面的这种范围的改变呢 镜头的焦距到底是怎么样影响画面的这个构成关系 如果你对摄影有要求啊希望获得摄影的能力呢 那就应该严肃的对待摄影镜头啊 了解镜头的技术特性与影像构成的关系 这样的学习过程呢从标准镜头开始循序渐进最为有效 我给大家讲一个身边的故事啊 在我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呢 有一个大一的小师弟找到我 他就跟我讲 他说他喜欢摄影想买一架相机问我买什么好 那我当时呢就给他推荐了尼康FM2 那这位师弟呢他就买了FM2加上501.4的这个套机 那个时候啊能够买尼康相机可以说是一个学生的梦想 那这位师弟呢用这架相机呢边拍边学 直到两年以后啊他才购买了第二支镜头 是俄罗斯产的100毫米的宗教剧镜头 再过了一年之后呢 他又买了一支35毫米的俄罗斯产的广角镜头 那个时候呢俄罗斯镜头啊很便宜啊 他除了有点偏暖色成像质量还是不错的 那我这位师弟毕业以后啊 他就成为了一个专业摄影师做广告摄影 后来他跟我说在他用标准镜头拍摄的那两年 为他从事职业摄影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这是因为在那段时间呢 他只有一支镜头可用啊 拍什么都用标准镜头 所以呢他会挖空心思 在这一支镜头上下功夫啊 拍出不一样的画面 那么用熟了标准镜头以后呢 这个观察能力就提高了 那你在用其他焦距的镜头的时候呢 你会非常快的就能够去理解和接受 其他焦距镜头的这个视角所带来的这种画面 透视上的特点 那么在拍摄的时候呢 你就能够迅速的反映出来 你应该站在哪儿 用什么样焦距的镜头 能够拍出什么样的画面 我是非常赞同他的这种体会的 这是因为我在大学时代呢 在拍照片的时候主要用的就是两支镜头 一支是50毫米 一支是28毫米 如果你想在摄影上 获得和专业摄影师一样的能力呢 不妨先从一支标准镜头给自己开眼 在使用标准镜头期间呀 不使用其他镜头 你就专注于这个标准镜头下的这个视角和透视感 在这种限制内发挥你的创造力 使用标准镜头的时候呢 它的空间透视呢 就是你看到的空间透视 如果你用一只眼睛观察的话呢 你很容易准确的找到 完成这个画面构成呢 它的这个拍摄点在哪 那标准镜头的视野呢 可以看作是在你眼睛的清晰的这个视觉范围内 加一个边框 在你这样使用几个月之后呢 用标准镜头所形成的这种视觉经验啊 相当于是给你建立了一种视觉感受的基准 你在这个基准之上 你再去使用其他焦距的镜头呢 你就能够明白镜头焦距的变化 对画面的构成的这种改变意味着什么 那么你就完全可以非常自如的运用各种各样的镜头 你愿意这么做吗 我希望有人通过这种方式受益啊 并且反馈给我他的体验 对了 别问我该买哪种镜头啊 可以问我该怎么样拍照片 好 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儿 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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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